天气变化大 民众挂病号到卷所就医 却发现要拿出来的钱变多了 挂号费从过去的200元 有找变成200甚至300元 民众直呼吃不消 只是第一线的卷所医师 也是有苦难言 百物飞涨 人事成本大幅调高 这个真的是让基层医疗医院所 很难生存 所以他们不得已才会调涨挂号费 人事设备房租统统都要钱 小儿科医师透露一家诊所 平均每个月之初就要30万元 担心基层医疗资源无法附和 卫福部公告取消挂号费调整备查制度 未来调涨挂号费将无上限 他当然要调涨挂号费来因应 要不然他就倒了 我们不会去违法做这种事情 每一家诊所会根据他自己的状况 去调涨或是不调涨 各家医疗运所挂号费比一比 大部分的诊所都是从3月1号起涨50元 但根据医疗量能不同 也有比较贵的 例如核心的挂号费是600元 特约门诊最贵达到2500元 还有中医诊所直接预告 4月跟6月都要调涨挂号费 我认为挂号费中医的挂号费 在150到300之间 或者甚至到七八百块 这个都有可能 适度的调涨空间 那给诊所有一个合理的收入的话 我想对于整个医疗品质来讲 相当不错 挂号费涨幅要不要设置上线各有立场 不过卫福部也强调 虽然没有审核机制 但如果发现有诊所进行联合涨价 被击查到将会遭到重罚 只是随着整体大环境改变 诊所得靠掌挂号费自救 不变的是民众荷包又要缩水了 民事新闻李冠英文切泰报导